欢迎收看环宇全世界 带你走进全世界 我是蔡永康 包括两岸国际大事 带你深度剖析 打开视野 2019才刚开始没几天 两岸的领导人就针锋相对 海下两岸冲突不断的升温 如何走下去呢 蔡英文现在对外 面对的是习近平的逼统 对内面对的是独派大佬的逼宫 那他会成为史上第一个 只当一届的总统吗 变调的九二共识成了一中两制 蓝银又该如何来接招 对于2020年的大选 投下了什么样的变数 以及金正恩 他在元旦也预告了 如果川普继续就在北韩的话 他准备要走自己的路 我看来整个东亚地区 从北到南 在2019都充满了变数 为您介绍 今天邀请到的三位来宾 首先是对于两岸事务非常熟悉的 前路委会副主委 丹家大学的副教授 黄介正黄老师 各位观众好 美丽岛电子报的董事长 吴子嘉 永康兄好 大家好 以及资深媒体人 黄创夏 大家好 我们就先来看2019的第一天 这火腰味就蛮浓的 先来看的是蔡英文提出的四个必须 然后接着呢 习近平提出的习五点 这当中可以说是这二三十年来 大陆领导人对于台湾整个基调上来讲 感觉改变幅度最大的一回 这次习近平讲到 包括了携手推动民族的复兴 实践和平统一的目标 探索两制台湾的方案 要丰富和平统一的实践 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维护和平的统一前景 深化两岸的融合发展 和平统一的基础 实现同胞心灵弃合 增进和平统一的认同 那基本上基调就是要准备 进行统一的进程来做迈进 那对于习五点之后呢 蔡英文也相当迅速的 有人觉得说 哇 他这次反应非常快 就立刻提了两个不接受 不接受九二共识 也不接受一国两制 当然这个话题 在这几天也不断地发酵了 先请教三位来宾 您认为在元旦两岸的领导人 这一番谈话 算不算是正式撕破脸 yes or no 您的看法 都算是撕破脸咯 先请教一下老师 因为原本对岸是 还期待着蔡英文 去写那个没有完成的 一半的考试卷 显然等了两年半 习近平这番谈话等于是 我不等了 接下来我主导 这个意思吗 习近平他有他的压力 为什么 因为习近平从2013年 接任国家主席开始服帽就没过 隔年太阳化 然后那个还是马政府时期 假设有九二共识存在 假设有一中各表存在 两岸关系已经开始下滑了 如果没有2015年11月7号 在新加坡的马席会 如果没有的话 第一个五年 他的第一个五年 成绩单是不及格的 结果呢从元首峰会到已读不回 就是2015年11月到2016年520就职 六个月 元首峰会变成已读不回 已读不回碰到了台湾的现在立场是什么 叫做维持现状 维持现状维持了两年多了 快要不及格了 习近平已经进入第二个五年了 那他面对20大的时候要台出什么来 他不可能在蔡席会 他怎么超越第一任期 他在对台工作上面的成绩单 两岸之间无借数变成是他自己执政压力了 所以习近平必须要掌握主动权 他必须要有别于过去 我为什么 其实这个答案应该是yes and no no 是其实双方都有余地 为什么双方都在处理对内的问题 习近平内部的武统派 如果习近平讲很凶 说好了我已经比你们还凶了 你们就不要再讲了 那蔡总统她现在九合一选后 她自己面对的被逼宫的压力 所以她现在如果还扭扭捏捏 摇摆不定话没说清楚 那她这一局后面就很难 所以老师的认为就是习近平提出了这五个要点 当中都提到了和平统一 也是他第二任必须要给对内的一些交代 一个压力之下的谈话 我们可以说她是一个路径图 或者说我提议双方要怎么做下来 她又讲一些办法出来 为了是什么 为了就是跟过去不一样 比过去有更多的作为 来主动出击 总不能原地打转 她原地 因为台湾如果一直讲维持现状再讲 讲到2020年 讲到2024年 那怎么办呢 是 好 那接下来会如何发展 会不会进入所谓的和平统一的进程时间表 等一下请教老师 不过对于蔡英文这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 非常快速 立刻就讲了两个不接受 而且态度非常的坚定 所以这个一番论述之后 在网络上的评价 还蛮正面的 请教一下吴董事长 有人说 面对习近平跟独派大佬的夹击 这几天 蔡英文好像有点起死回生了 因为正面评价出现了 民调上面是否也起死回生 危机就是转机 你怎么看 蔡英文简单的讲法 蔡英文打了一个牌 这个牌我们比较粗俗的形容词在讲 就是说老娘在前面打共匪 你们四个老头在后面给我扯后腿 这个整个就是这样 我打共匪你扯后腿 然后民众同情老娘 这个当然老娘多勇敢 对不对美少女战士 现在勇敢的台湾女总统 现在变女少女战士了 当然是这样子啊 因为那四个平居85岁 相形之下 不一样 他跟全世界最伟最大的这个强 强国之一的习近平 可是柯P 柯P说他这叫做一日行情 所以柯P搞错了 柯P这次错了 柯P错了 柯P不懂了 他柯P不了解民进党内部 跟独派内部整个氛围 到底发生了什么回事 这个事情怎么回事要有人去 我们要帮大家解读 你看到一头雾水怎么回事 所以这个里面的事情的发生点 并不是在2019的云旦谈话 是在2018的11月24号 重大挫败之后蔡英文立刻要考虑如何自保 如何能够自保 然后然后再换 再巩固他在民进党 我现在讲民进党内的领导地位 那刚好习近平有这番谈话 给他机会了 这从来不是刚好 这不是刚好 没有一件事情是意外的 全部是铺牌的 11月24号他开始要自保 他在10月24号 可是这疾病谈话是原来出现的 在11月24号 在大概7月份到11月份中间 只要发生了寒流的兴起 韩国瑜悬崩的时候 已经知道 已经知道情况不对了 他已经中间有尝试过几次的谈话 想要挑衅中共来反应 结果都计那个整个计划都没有得选 选前对岸克制嘛 选举过程当中 你还注意到还更重要的事情 所有的中共的军机军舰到台是不是停止 没有 所以没有的原因是为什么 因为他不愿意去陷入你的选举中间的计谋嘛 他不愿意去帮民进党来做辅选工具嘛 所以也就是说抗中对抗万恶共匪这一招 对民进党来讲的话有用嘛 选举有用 选举打败了还是有用 而且对岸回应 给他一个机会了 这个不是 这个40周年的纪念是表定行程 这个是1979年纪念40周年纪念 早就表定行程 可是没有预料他会讲这么多和平统一的字眼 这个字眼就是很简单嘛 你从刚刚这个黄老师已经讲了嘛 从2016年的5月份甚至于说在马英九的后期的半年当中 这个九二共识已经逐渐被 被这个被民进党抹除的这个过程当中的味道已经出现了嘛 所以两岸僵局已经形成了 更重要更重要的事情 是中美大战已经开始了嘛 中美和平发展或是美国设法美国期待的 中国和平转移就是这个China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这个专家在这里啦 就是这个所谓的就peaceful transformation嘛 这个整个事情已经告了40年告一段落了嘛 美国人已经放弃这个想法 因为从2019年的从2018年的19大 习近平确定他的终身制以后 修宪取消任期的这个限制以后 这个已经证明了 美国对中国的和平改变这个事情 已经完全失败了嘛 所以失败就再加上美国内政的压力 加上川普各种各种所有的压力情况 这个美国这个两党一致的要准备修理这个中国 这也是确定了嘛 所以美中冲突已经变成世界大事了 所以习近平这一番谈话的一个痛调 其实蔡英文之前就已经大概料到 蔡英文很清楚的就是暂时一件事情 就是我选边我亲美 亲美到底就是他基本的论 请问他会危机变转机吗 对民进党内的提名 对民进党内的提名而言的话是危机变转机 你可以讲可以确定赖清德出局 赖清德百分之百出局 董事长这么斩丁解铁 这个我在这边公开电视机面前保证赖清德 没有悬念了吗 这个没有不够带走的赖清德已经出局了 这么快就因为蔡英文这次反应如此迅速吗 这个是整个情势的变化 当然关键在个人啊 因为蔡英文在几个逼宫的压力情况之下 他原来所采取的策略你看很清楚嘛 这段时间他要 他连结的他是跟新潮流大量合作嘛 新潮流大量合作的目的是干什么呢 就是要压迫蔡英文 就压迫赖清德嘛 让赖清德放弃 放弃这个2020的企图心嘛 结果赖清德仍然要离开对不对 离开之后他们是不是现在有谣传 这个是苏贞昌嘛 苏贞昌跟赖是长期不合 那跟赖是长期合作 你就等于说还是跟 新潮流合作的架构不变 但是要保证 赖清德不出来搅局嘛 他整个架构一直在规划这个事情啊 结果突然间呢 天降雄兵 习近平跑进来了嘛 习近平一跑进来的时候 还更妙的事情发生了嘛 万朱攻台 朱温来啦 你看朱温这个事情帮他大忙啊 风云变色如此之快啊 川阳哥也帮我们做个解读好不好 因为你看从11月24号败选一开始 赖清德是绿的新贡主出现 已经趋势成型 而且看起来蔡英文是没有希望的 短短一个多月不到一个半月 习近平加入 然后独派大佬的加入 让蔡危机变转 而且刚才董事长讲 赖清德正式宣告出局 真的如此吗 你的观察 这吴董事先前 吴董事长先前有一个形容词 是说那个时候选完之后呢 民进党的人呢都很紧张 所以他们挤在月台那边 结果一辆列车来了 叫小英号 所以他董事长的形容是说 这小英号呢 民进党都不想上去 他们在等下一班叫做清德号 可是你知道这一个多月来的 这个清德呢 他变成是他的个性喔 浮现出来 他不是搞革命的 他不是搞革命的 他是要打安全牌的 所以他在那边等来等去 就在南港机场里面宣布说 清德号即将发车 结果一下子就说 好吧再等一下 我再检查一下邮箱够不够 然后一下子清德号即将发车 结果呢就说不行啦 我那个里面还不够清洁 所以赖清德呢 11月24号 自己用脸书说他要请辞 然后后面被安抚下来 然后这已经第一次了 再过来就说我一定要走 就到最后还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走 拖拖拉拉这么久之后呢 他们那些人就发现说 赖清德不是搞革命的人 所以蔡大哥你认为说 即便民进党公布了党内的初选机制 是要采民调或是全民调方式都好 赖清德是不会登记的 他不敢 他的个性里面就看到说他完全不敢 因为大家看透他已经不敢 那已经不敢就不可能 能去挑战蔡英文 那蔡英文也看稳了 你是不敢 然后这个时候呢 本来大家担心说 你蔡英文冲出去之后 你是那个普庸马产案 但是现在呢 习近平等于说给你了一个 加速的一个火车头 燃料给够了 所以蔡英文就冲上去了 而蔡英文冲上去之后 他为什么抓到这两岸呢 你知道2018的 所有溃败里面 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内政 而内政是不是蔡英文的主场 他确实没有能力去处理 你希望他未来一年多 可以把它改好也不容易 可是呢 当你今天进到了两岸 这样一个国家之籍的一个 而且是中美之间的冲突的时候 他有主场 因为他是总统 他是领导者 他可以去玩这个主场 而这个主场拿下来之后呢 你其他的人呢 你国民党是没办法玩的 你看到习近平讲话之后 国民党四个人 发言的是那个温馴的 然后没办法去呼应 人民的那种一个感慨 再过来呢 柯文哲呢 你还只是一个首都市长 韩国瑜 你也只是一个 新任的地方首长 所以呢 你们这地方首长 要谈到这种国家层次 你都不如蔡英文 有这个主场优势 你刚刚提到的地方首长 也谈到了柯文哲 我就跟你进一步来就教 因为习近平他说 他不跟台独的谈 也不跟 主张维持现状的人谈 这两个都不谈的话 你就对于把国民党 跟民进党的人 都排除掉了 那你跟谁谈 你跟柯台吗 还是你跟爱国同心会谈 他当然不需要跟爱国同心会谈 因为他不需要谈 他们的立场已经很清楚了 对 那你跟谁谈 他其实 他基本上 他掀起来一个态度里面就是 大概他们从那个 2018那个选举之后 他们就大概有个 不反对国民党 因为国民党 一定会跟他比较亲近 也 所以柯文哲的两岸一家亲 不断的去敲下来 为了两岸论坛 不断的把他定下来 所以呢 柯文哲大概也就接受了 但是就是民进党 他是完全在一个 他不能掌握之中 所以说国民党也不用去激望 因为今年呢 其实台湾七十年以来 最大的一个变数就是 强之弱干 从过去的台湾政治全共里面 没有这种事情 今年是地方的朱侯 一个比一个汉 一个比一个强 中央政府呢 已经没什么用 所以习近平就直接的 要把他的入导入户入心 继续的深入下去 他其实是说 根据过去的两会 江敏坤时代的两会的协议 他其实是可以 跟很多县市长 直接做一个实质的 所以他其实是 讲给这些县市长听 跟这些县市长招手 然后呢 去希望 能够把这样一个情势呢 变成由下而上的一个逼迫 因为过去的时候 他们对于整个台湾来讲 只有一个机会 就是由上而下 但是今天呢 这种强之弱干之下 他其实在测试 这些地方诸侯 是他可以去拉拢的对象 我们大家回来进步讨论 这地方诸侯 如果知道去谈的话 他们凭什么条件去谈 因为 他们都说要 组一个九二共识的一个连线 但现在九二共识 跟他们所认知的 是不太一样的 现在变成一中两制 老师跟你请教 因为在之前我们的节目 也经常讨论 台湾的问题 在习近平的形容排位的顺序 应该不会是在那么前面 他面对了 还可能更激烈的港独藏独 或者是现在的 美中贸易 但云南的谈话之后 你认为 接下来针对于台湾 习近平着力 还是把他顺序拉到前面了吗 我觉得是一个战略布局 他现在先在铺陈 我们不要忘记 真正他十九大是2017年 可是马席会2015就布局了 就是有些时候 我们从台北的政治逻辑 或者是角度 因为我们都要快嘛 大家嫌国民党这次 反应怎么比晚一天 对 所以我才会 在我的专栏里面写 我说江八点讲完了以后 李登会等68天 才用李六条回应 为什么 因为别人准备了两个月的东西 我两小时回应 我必有疏漏 我有的时候我不会看出他的局 可是呢 现在因为第一个网路时代 第二个我们政论性节目这么多 所以我们的朝野的领袖或政治人物 不被赌麦你也要讲 为什么 因为晚了就没有话语权 民众会觉得你懦弱或者你不敢 所以变成台湾有台湾特殊的环境 嗯 那么我觉得 我觉得 现在习近平 他 第一个是40周年 我们刚刚讲 他碰到嘛 他本来就要讲的 嗯 然后台湾也知道 大陆也知道 嗯 那 蔡英文 会不会有准备 老早就有准备 只是不知道他是12月31号讲 后来两个礼拜之前就知道他1月2号要讲 嗯 所以蔡总统是1月1号出手 嗯 这个是第一个 蔡英文在当主委的时候 您是陆委会副主委 我是副主委 就你所认识的蔡英文 他所讲的每一句话 你都觉得不意外吗 我基本上不会意外 不会意外 不会意外 我觉得他同 可能他最近受要干扰很多 但是他是我少数见到 女性的领导人的头脑 可以很快冷静下来的人 嗯 他不会说那个情绪化很久 他 我觉得他非常冷静 而且他逻辑还不错 嗯 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 蔡英文也看到习近平面临的问题 2019年 全年经济不好 待会创下讲 这是你的强项喔 第一个 美中贸易战 90天到期是什么时候 228 嗯 然后再来4月份 台湾关系法40周年 嗯 台湾还有一个公投 还有个AIT 40周年 AIT成立40周年 另外 就是10月1号中国大陆 要庆祝建国70年 嗯 在庆典以前怎么能够被弄呢 怎么能够打败呢 怎么能够输给美国呢 还被台湾踹一脚呢 所以习近平他有 全年他有很大的压力存在 嗯 也 所以说这样子谈话也不代表说 在他心中 台湾问题必须要排在順位前面来做解决 我觉得 有很多的历史铺 千万不要以为说 台湾现在number one 就是习近大大每天早上起来都还想说 我要怎么弄台湾 但是说台湾角度出发 不会不会不会 所以要从大陆整个面临到的一个问题 不会不会不会 但你刚刚提到一个重点 今年 除了是 台湾爸爸对台湾同胞40周年台化之外 今年也是 台湾美国 断交40周年 那既然如此的话 那美方对于这一次 也没有任何的一个官方正式回应 我们回来聚调这一点 慢慢回来 好 好